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农业气象 我是主播彭启明 祝大家中华民国双十快乐 生日快乐 那这几天呢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那东北季风呢 有时候配合上台湾附近的水汽 所以有时候是干的 有时候也会是湿的 所以这几天呢 慢慢慢慢的 变干当中 不过迎风面呢在北部东北部还是 有雨啦 那可是中南部呢感受会比较明显 那北东部水汽还是多 因短暂这雨 迎风面呢要留意比较长时间降雨 可能在宜兰还有东北角的这个降雨会比较久一点点 那西半部呢有点东北风基本上感受不大强啦 但是早晚呢有点要降温了 所以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温差 那这几天呢要注意 中部的秋行军虫 数量有上升的趋势 这个是台中区农改厂所提供的 可以使用苏利菌来防治 于清晨跟傍晚 使用的效果会比较好 那另外呢由高雄区农改厂所提供的 这个时候呢洋葱育苗期 高温多湿的环境容易造成病害发生 容易有缺株的情形 所以种洋葱的话 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另外一个呢很重要的就是说 东北风 这是今年第二波的东北风 什么是东北风呢 就这样下来的东北风 因为呢我们这个大陆 这个 这个是我们接近10月开始的 重要的天气特征 这个时候开始这边是冷源 然后这边比较暖 所以基本上这边就有一个高压 那会顺着这个风势南下 所以我们基本上 台湾就是属于一个典型 东北 盲顺 就是东北季风的一个特性 等于是季节开始转变了 但是不是每天的东北风 有时候会看着大气的环流 有时候会偏东风 有时候会一点南风出来 但是 吹东北风的机会会显著的增加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布拉湾台风 他预期会变成一个强台 但是对台湾影响不大 那我们这边呢有一点点水气啦 但是大致上天气是稳定的 越来越稳定 所以预计呢到这个周末 都是东北风的影响 水气会稍微少一点点 各位可以放心 因为前几天 实在这个下了蛮多雨 这个小选台风过后下了蛮多雨 但是各位可以看 到了周末会越来越稳定啊 那如果更细的来看 你可以看得出来东北季风影响下 这个就是迎风面 迎风面是湿面 那西半部呢背风面是干面 比较干的 湿的跟干的不一样 那未来呢 这几天下雨的也会越来越少 当中 所以礼拜三还是要注意 宜蘭还是有持续的降雨 已经连下好几天了 宜蘭会持续的下 要留意局部的较大的一个雨势 还会持续的下 东北角也有 可是基本上像台北市区或新北市区 就是有时候一个区就差别很大 看地形的原因 那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 预期雨势会越来越少 尤其是到礼拜六 这个就是一个特征了 这个有颜色的代表雨比较多 那这边呢代表是雨会偏少 就是水气多寡 因为这个东北风都是这样的风一直吹下来都没有变 唯一雨会多或少就看那时候的水气 所以水气是在减少的 那这几天的风浪呢有稍微大一点点 那11号的这个风浪呢 彭嘉瑜基隆海面呢 平均风五到六级 正风八级 大浪浪高三转二公尺 新竹鹿港沿海呢平均风七到八级 这个就是典型东北季风的风 那正风十级大浪浪高二至三公尺 东西安平沿海呢平均风六到七级 正风九级大浪浪高二至三公尺 而乱冰沿海呢平均风五到六级 正风九级大浪浪高二转三公尺 陈温台中沿海呢平均风五到六级 正风八级中浪浪高一至两公尺 花莲沿海呢平均风五到六级 正风八级中浪浪高一至两公尺 宜兰苏沿海呢平均风五到六级 正风八级中浪浪高一至两公尺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 离岛的部分 金门海面呢平均风六到七级 正风九级大浪浪高二至三公尺 绿岛南野海面呢平均风五到六级 正风九级大浪浪高二转三公尺 第二台海面呢平均风五到六级 正风八级中浪浪高一至两公尺 马祖海面呢平均风六到七级 正风九级大浪浪高二至三公尺 那其他的部分呢 小细预报 台中57区呢是小潮 满潮时间是8点53分9点30分 南市江津区是小潮7点47分21点12分 平东县的恒春镇呢是中潮4点29分17点34分 台中县的成功镇呢是小潮 满潮时间是4点还有下午的4点47分 花莲县的花莲市呢是小潮 早上的4点13分16点57分 宜蘭县的同仑镇呢是小潮4点18分17点25分 基隆市的中山区是小潮7点11分20点35分 新竹县的新竹市竹北市呢是小潮8点45分21点27分 那离岛部分呢金门县的金湖镇呢是小潮9点47分22点29分 澎湖县的马公司呢是小潮9点04分21点55分 台中县的南宇湘呢是小潮4点09分16点48分 连江县的南岗湘呢是小潮8点15分20点46分 那其他的温度呢大致上呢最近的温度 显著的降下来没有超过那种30度的温度 其实还算很舒服啦 但是早上呢要注意喔212度开始出来了 还没有跌破20几度只有在郊区啦 多位地区大概都20几度那南部来说的话 你看26气度所以南北最近的天气 有点差别南部的温度大概还有30度以上 所以南北的南来北往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最近的这个温度的一个变化会让你蛮有感的 请大家多留意了 以上是今天的农业奇象我们下次见 之前 还有我们下次见